大车小车动弹不得 高速公路晚如停车场 上海疫情爆发 临近江苏昆山紧急升级防疫 管制对外交通 台乡重镇昆山2号起 一连五天实行封闭市管理 除了交通控管之外 当地还要求企业轮修减产 像是台光店鲜活果汁 铜鞋都已经公告 4月2号到4月6号 昆山厂暂时停工 南亚则是采取调度管理 减少人员流动 那货出来可能没有卡车出去啊 所以你就必须要 等到这五天以后 有卡车出去你才出去啊 这里面不单只有PCB版 还有很多的零组件啊 像是这些端子啊 然后这些原材料的生产 其实都是在这个区块里面 那甚至某一些台商的研发中心 它其实这几年的功能分布上来讲 它也有一些功能是在那边做 昆山一旦开始有锻炼的现象的时候 连带的就是说 以往我们的台湾这边的一些 组装的工作 这个部分就有产生锻炼的风险跟危机啊 由于昆山是印刷电路板生产重症 专家认为现在各家厂商存货 大概还有一到两个月 短期来看影响不会太大 但如果防疫管制措施持续限缩 又没有相关配套 电子供应链恐怕面临断链危机 继续观众向文蕾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